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拿小学语文课里讲过的继续文六要素来衡量一下 马上就会发现司马光只讲了时间地点人物 完全没讲起因经过结尾 更有甚者地点所谓经师到底在哪不清楚 人物所谓诸侯到底是哪些诸侯也不清楚 这样的一句话说了和没说也差不太多 司马光何必要这样写呢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司马光面对矛盾百出的史料 发现不管怎么说都很难把事情说远 昨天含糊其次好了 前面讲过朱熹给资质通鉴改编过一个简明版 叫做资质通鉴纲目经常被简称为通鉴纲目 在这部简明版里 对周贤王25年的记载和原版的资质通鉴一模一样 也只是一句诸侯惠于京师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两者的措辞一模一样 被读者领会出来的意义 却很不一样 这个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小中见大 看看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幕大戏 所以先让我们离开周贤王25年 看看朱熹到底是为什么 又是怎么对资质通鉴动手脚的 话说资质通鉴成熟之后啊 马上就面临一个严峻问题 书太厚了 没人有耐心看 司马光呢 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在编书的过程当中 经常有人借阅书稿 但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 把书稿借走认真去看 其他人呢 看不了多一会儿就开始打瞌睡了 司马光很无奈 想到这年头 就连春秋都没几个人读了 自己这部资质通鉴 大概只能自娱自乐了 所以难怪司马光 对王胜之吹捧的不像话 写诗夸他 洛阳多事水感伦 千古彼尖为假意 说当代英才啊 已经没有人能够配跟他比了 只能到古代去找 找来找去呢 也只有一个假意 和他旗鼓相当 司马光他也明白一个 很有心灵鸡汤味道的生活哲理 改变自己 总比改变世界容易 毕竟人心向前 不能强求读书人 都来啃大波头 不如自己 再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编一部资质通鉴简明版就好了 于是就有了资质通鉴目录三十卷 但司马光还不满意 觉得矫枉过正 这部目录过于简略了 不如稍微扩展一下吧 于是又动手来编资质通鉴举要力 书呢 没完稿 人就过失了 到了南宋初年 研究春秋的头号大权威 胡安国根据司马光的遗稿 编成了资质通鉴举要力补移 一百卷算是完成了司马光的遗愿 等到朱熹出世 觉得以上四部书 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目录 资质通鉴举要力和资质通鉴举要力补移 不但篇幅都不合适 而且体力也不太合适阅读 更重要的是思想性都先不足 占卜到意识形态的至高点上 朱熹的前两点挑剔 完全属于技术性的范畴 第三点在今天看来 特别显得故怪 今天很多人看资质通鉴 都嫌弃司马光 把历史书写成了政治书 几乎每一段议论 都弥漫着儒家的酸腹气 至于胡安国 生前就已经凭着一部 春秋胡适传 雄霸天下 后人又不断抬高 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 怎么到了朱熹的眼里 这两位先贤的著作 竟然能出现思想性不足的问题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思想性最强的编年史著作 就是春秋 这是历代公认的 后人搞的编年史 要想保持思想性的话 就应该最大限度接近春秋 古人相信 孔子做春秋 自立行间藏着褒贬 有所谓威严大义 而威严大义的最佳呈现 就是所谓梵力 今天我们随便翻开一本学术作品 特别是工具书 开篇总会看到有一个梵力 概述全书的编写体力 凡力也叫发凡 顾名思义 就是发出若干个凡 凡力和发凡 原本都是春秋学的专用术语 本质上的含义是 给世界立规矩 左传解读春秋 经常会说凡如何如何 故如何如何 大义是说 凡是如何如何的情况 春秋就会如何如何记载 如果春秋既然没有这样记载 那就意味着如何如何 所以每一个凡都在表示 力当如此 凡和力就这样组成了凡力沿用至今 春秋给世界制定的规则 除了凡力还有特力 林林总总构成了一套春秋密码 古人相信 只要把这套密码正确的破译出来 就能领悟春秋大义 掌握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要力 所以春秋地位崇高 各种凡力特力旧力新力 既然功能在于阐伐毅力 所以通称毅力 这里的力是力子的力 朱熹准备重新编辑压缩资质通鉴 拿司马光和胡安国上述四部书作为底本 然后用朱熹自己的话说 别为毅力增损隐扩 意思是说 各种删结和腾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朱熹要给这部简明版的资质通鉴 单独创造一套毅力 朱熹这淡淡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在批评司马光和胡安国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于是朱熹拿出拨乱反正的精神 写出一部《资质通鉴纲目》 这部书模仿春秋和左传河边的体力 对每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 概要是纲用大号字 如果还要讲细节加评论的话 就作为木用小号字 用朱熹在序言里的话说 这部书 大义是说宇宙秩序和王朝正统都能一清二楚 而且刚举木杖打的历史教训和隐秘深刻的哲理也都脉络清晰 在这四大要点里边 天道只是必要的大帽子 至于刚举木杖纯属技术问题 只有统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重点 这就意味着朱熹着力要解决的 就是正统王朝的普系问题 简单讲 哪个朝代算正统朝代 哪个朝代不算正统朝代 必须慎之又慎 因为一旦处理不当 就会扭曲天道人伦 遗害千求万事 正统问题是从春秋公养学发端的相当复杂 我只讲最简单的一点 那就是到了宋朝主流观点认为 只有具备了道德正当性的王朝 才能被定义为正统王朝 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所谓国家 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想象力主要作用在空间上 而相应的所谓正统 想象力主要作用在时间上 想象出一条线来串起前后相续的各个王朝 一个王朝就好比一颗珠子 正统就好比串起珠子的线 这根线到底该穿哪些珠子 不该穿哪些珠子 人们总是各有各的意见 很容易争得面红二赤 问题之所以严峻 是因为正统沾了一个正字 和正相对的当然就是邪 正邪不两立 谁把正统问题弄错了 谁就是把人引上邪路的千古罪人 在朱七看来 司马光就在正统问题上犯错了 前面讲过 司马光编修资质通鉴 其中唐朝和五代的部分 主要靠范祖渝做事 而这位范祖渝后来竟然单飞了 独立完成一部《唐剑》 这部书顾名思义 以唐朝历史为鉴 深入探讨唐朝三百年间的成败得势 比例雄浑 很受推崇 范祖渝甚至因为这部书 被人尊称为唐剑公 按说范祖渝在司马光的书局里 默默奉献十五年 进展自己的唐五代史专长 为什么还要单飞出来 把唐朝历史重写一遍呢 朱七就很懂得范祖渝的心理 他在一首诗里指丧骂怀 说范祖渝为了坚持正确的正统观点 不惜和司马光决裂 这段纠葛 我们下一讲再谈 我们下一步再谈 请教主观看 我们下庆祖渝 下庆祖渝